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度热烈的赛事已经完美落幕,这档综艺节目的人气热度一直很高,因为是由当红顶流明星作为街舞的导师带领一些专业的舞者来互相比拼,团队之间一直相互竞争,最后再选出冠军,现在第四季已经开始录制了,预计7月份左右就可以收看了,预告片也是非常的炫苦,舞台的搭建还是在第三季度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加绚丽的灯光舞台,显得非常的梦幻未来。 舞台搭建是有好几个城市复古的风格,队长带着团队,分别守着一条街的风格,让他们互相再进行比拼直至产生冠军,而且在第四季度中,导师的阵容已经确定下来了。 四位导师分别是有王一博、刘宪华、张艺兴涵庚。在第三季度中,冠军得主是由王一博代理的团队成员杨凯。 当宣布王一博手下的成员杨凯是冠军得主时,王一博直接手舞足蹈,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与大家一起欢呼庆祝,享受着属于团队胜利带来的荣耀同时。 其他队队长也纷纷向他祝贺,而他就在一旁微笑,且礼貌地招呼着他们。 但令人失望的是,一旁的主持人却显得非常的心不在焉,左顾右盼。 只有杨凯自己在一旁发言,使得场面气氛显得有些尴尬,也有不少网友吐槽。 其实步步舞蹈功敌也属于佼小者呀,如果他拿冠军也是众望所归,但他错失冠军宝座。 很多人也觉得挺意外的,对此,广大网友有一部分给出了重肯的说法。 评委都是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评来选出冠军,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可能欣赏水平,会跟专业人员拉开很大的差距。 另外,而由于舞台光线的原因,也会是参赛者的动作会让其他人看不清楚,所以结局会有一些意外吧。 王一博是目前娱乐圈里面的顶级流量之一,喜欢他的粉丝很多,所以人气一直很高,他去年在歼53的表现一直成绩优秀,都获得专业舞者,还有广大网友的认可。 在这次的官宣海报中,王一博的发色以绿灰色为主,王一博身穿黑色破洞牛仔裤,蓝白挑染点缀发色动漫感十足,有种冲破次元街头元素的感觉。 搭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时尚前卫了,眼神比较犀利气场淡定,从容霸气。 王一博是90后,今年20来岁,当他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IBD街舞大赛,取得了非常优异的名次,他从小就有一个舞蹈梦想,那时他才十几岁就去韩国做练习生,因为自己对舞蹈的热爱,再加上刻苦勤奋的学习,这些年来得到了行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其实一博把对舞蹈的热爱,用实际行动发挥到了非常优秀的地步,王一博从练习生到各种自己喜好的职业都有参与过,比如歌手,主持人,也玩赛车,而且都达到了专业水平,实力更是得到了同行的一致认可,真正强大的人,总是时时刻刻都在努力着,王一博从小就有比较厉害的舞蹈天赋。 从13岁就开始学old school街舞,可能相对于真正职业舞者来说,可能起步有点晚,但是他非常的努力学习,心脏曾经患过疾病,因此差点丧失了学习舞蹈的机会。 后来病情好转,以后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舞蹈,在韩国YG公司授训只花四年的时间就出道了,还是unique组合里的舞蹈一把手,粉丝们都期待他在下一季的表现能一如既往的优秀。